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病变的象征 或者是凶祸提前到来 提前到来征兆 还有就是斑点纹 斑点纹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有一点像质 表现的是更加严重的身体变化 红色的问题不大 一般为严正 那么紫色黑色是需要多注意的 特别是出现在生命线主线上 这是格子纹 方形纹路 圆形纹路 以及斑点纹 那么再接着讲这个切割线 切割线也叫障碍线 就是你这个好好的直接纹 你看见没有 它切割 给你切割了 那么主线上也有切割纹 一切割了 就是这个成这种垂直的状态切割下去 那么这种呢 一般是出现在几大主线上 感情线 事业线 或者是生命线 智慧线上居多 有极强的破坏作用 只要过了这个切割线的流年 基本上没什么大事 就是说它是一个坎 一道坎 如果出现在感情线上代表情感波折起伏 容易分离等等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断裂纹 断裂纹呢 其实就是讲这个主线的出现这种断裂 断开 比如说感情线突然断开 说明代表感情非常的脆弱 一碰就断 有极强的破坏作用 这个断裂处是发生不一致式的流年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断裂 大概是18岁左右 这个地方就是经受一些早恋的危机 早恋的这种感情挫折 羽毛纹就是几大主线的分支 分支代表不顺和波折之相 这个羽毛纹 或者是叫绳索纹 这是 如果是感情线出现就容易代表分居之苦 分离之苦 屹立恋 常常见不到面等等 还有就是绳索纹 绳索纹其实由多个导文形成 也是代表不顺波折之一 如果出现在智贵线上面的话 代表上学的时候 学业不佳 总是碰到一些难题解决不了 而且经常遭受老师的责码 所以说掌中的符号是广泛的 可以进行独立的判断 也可以配合其他的文路综合来看 或者是掌丘 掌丘的一些符号来综合看 好了 有关一些特殊的符号 手掌当中特殊的符号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编辑 或者关注私计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